拥有护国神山的台积电 现在股价面临了600元的保卫战 不管是国内的散户 甚至是韩国的投资人 都在600块钱的关卡跨海抢买吗 金额高居韩国散户 买超国外股票的第四名 不过台积电 尽管最近的股价稍微回挡 但是他们依旧大动作的扩厂 在网络上也传出 自称是外包建厂的工作人员说 现在要到台积电施工 非常的严谨 必须上完指定课程 才能够签合入场 这名网友更抱怨 从二月底到现在 都还没有办法拿到工作证 台积电积极扩厂 传出还疯狂招募 营建积电工人 但现在有网友在PTT上询问 自己应征到工程航积电的工作 不过因为台积电要求 要上完指定课程后 才能进场上班 导致原坡二月底离职 到现在还没拿到工作证 有网友也回应 要到台积电施工 现在都要等很正常 包含公安六个小时的课程 还要拿到长工证之后 才能入场签合 虽然台积电正在积极的 扩建新厂当中 不过它的股价 现在却面临了测试 六百元的重要关卡 因此不少的投资人 反而会选择买台积电相关的ETF 台股ETF跟着受惠 国泰台湾5G受益人数首度冲破了三十万大关 包含原大台湾50 富邦台50概念ETF也刷新记录 整体投资ETF的人数超过了两百万人 不只台湾人风买 就连南韩投资人最近也狂买台积电 根据韩国证券急保统计 过去两个月以来 韩国买超的外国股票中 除了特斯拉 苹果之外 其次就是Palantir和台积电 韩国主要是在半导体跟光电 韩国它的这个投资的趋势跟方向 跟台湾应该是蛮接近的 虽然台积电股价正在600元的保外战中 但不少投资人对于护国神山 还是相当看好 东森财经新闻学主杨超成 柯黄明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